开环之志 处心积虑的杨坚终于抢到了皇位 在开环元年改扶沙帽黄袍 坐上宁光殿中天子的宝座 视为水文帝 杨坚的女儿 也就是中朝圣帝的皇后 原本还很高兴杨坚照移招 夺得辅政大权 因为自从她那荒唐的丈夫过世之后 继位的宇文产年纪太小 需要有强人帮助 所以杨坚的伪造移招 杨后虽未参与 内心却十分痛快且欣慰 等到了杨坚当上辅政 野心渐漏 杨后知道父亲怀有其他意图 相当愤愤不平 在言语态度上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每次看到杨坚 一张脸总是拉得好长 却也无法阻止杨坚串夺周朝的企图 后来杨坚终于灭掉了北周 杨后更为悲伤 觉得自己对不起夫家周朝 格外的愤恨惋惜 终日以泪洗面 就是每天都在哭 杨坚利用女儿的关系抢到了皇位 心中有一点惭愧 所以把杨后改封为乐平公主 不久杨坚又想劝杨后改嫁 帮他另觅一条新路 谁知杨后是一个坚真的猎女子 临死也不肯改嫁 杨坚怕避急了杨后会寻短见 让他不想活了 也就不敢再提起这件事 杨坚能够那么快夺得天下 除了占有老丈人的大便宜之外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汉人力量的抬头 自从鲜卑人统一北方建立北魏之后 鲜卑人对汉民族文化极为仰慕 在北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 把胡儿变汉人 让胡人受汉人的教育 汉化的结果 提高了鲜卑人文化和生活的程度 却使鲜卑人失去壮汉之气 失去了强壮和飘汉的性格 之外呢 还染上汉人的许多毛病 例如奢侈啊 文弱等等 久而久之 政权就慢慢落入汉人手里 杨坚正是汉人的代表 再加上宣礼的胡闹 禁地的幼弱 以及一般人民希望脱离异族的统治 所以杨坚轻而易举地夺下江山 杨坚虽然对政理手段严苛 对老百姓倒是颇为仁爱 大概是因为觉得一般民众对他的政权不会有威胁吧 他当上皇帝之后 首先修改行律 废除了恐怖的销售 销售的意思是 把头割下来挂在高杆上示众 换列的意思是 在大街上分尸的刑法 只留下斩脚两种死刑 并且规定死刑犯 不得由地方管理自行处决 要报到中央政府办理 这一套叫前朝经典的法律呢 称为皇律 一共减去了死罪81条 流放184条 停葬罪千余条 是法律上的大进步 杨坚每天很早就上朝处理政事 当他乘车外出的时候 路上如果有百姓告状 一定会停下马仔细垂问 并且派遣许多人到地方探听风俗习惯 励志得失 人间极苦 有一年 关中地方闹了饥荒 很多人饿肚子 他派遣主又去查看 他说 去看看老百姓都吃些什么 等到来人回报 说百姓苦不堪言 吃的都是一些豆穴 扎糠 出鱼等平时用来喂猪的食物 两间难过的当场流下眼泪 测去满桌的山珍海味 而且以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都不进酒肉 事实上 平时除了宴会以外 他桌上的菜只有一个是荤菜 就是只有一道肉的意思 由于阳间以身作则 所以朝城之下都不得一领起 不可以穿有花纹的湿脂品的意思 不得有金玉知识 衣服多用布置 装饰也不过是铜铁古教而已 所以文帝可能是中国古代最节俭的皇帝了 皇宫内厚费宫女的衣服都是一再洗涤 不行常常换新衣 他自己的马车破旧了 也命令大家随时修理 不许换新 有一次文帝要赏识给大臣刘宗的妻子一件衣领 衣领类似今天我们的披肩 管理宫中衣物的宦官报告皇帝 宫中没有一件衣领之心的 弄得文帝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 阳间需要一剂直立药止蟹 直立药就是止蟹药 这止蟹药内需要用糊粉一两 竟然在宫中找不到这位糊粉 可见当时宫中的简仆 还有一回 阳间看到宫中仆役扛着布袋往前走 走得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阳间便把工人叫住 问他 你带着你念装的是什么 当正看一看 工人公公静静地跪在地上 回答阳间说 没有什么 不过是炒菜用的干姜罢了 谁知道阳间一丁之下 脸色一层怒声道 干姜哪里用得了那么多哦 一盘菜里最多只需要一小片就够了 你们怎么可以那么浪费 这样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东西了 许多家庭主妇上菜市场 菜饭经常会赠送一两块干姜 然而阳间为了这一袋干姜 足足发了几天的脾气 下的宫中上下各个土舌头彼此互相警告 节约神简免得皇上震怒 但是有时候阳间未免太过分小气了 例如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汗 民不聊生 而此时各地的仓库满的快要溢出来了 阳间却一直舍不得打开仓库周济积民 发放粮食给灾民止饿 所以后来唐太宗批评阳间 不联习百姓而习仓库 他没有觉得百姓可怜 而觉得打开仓库是很可惜的事情 无论如何 由于阳间的情节 使得南北朝以来奢侈浪费的风气为之一变 到阳间晚年的时候 天下所储存的粮食足足可以供五六十年之用 不得不设立许多粮仓来储粮 据说洛口仓城周围二十里 城内有三千个教 就是城内有三千个地下室 每教可容八千十 洛阳城内有子罗仓 除盐达二十万十 仓心含有六十多个教 每教除庚米八千十 从这个数字推想 我们可以想象开皇之治的盛况了吧 开皇之治就是说 隋朝建立之后 隋文帝就是阳间在北周的基础上 开创的政治稳固 社会安定 复述 繁荣的局面 是